也是健康的问题 很多民众呢 早上起床之后 第一个动作呢 帮人当然去折棉被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人说叠起来的被子呢 不健康 因为它可能会藏污纳垢 滋生成蛮 严重的还会发霉 也容易形成过敏源 连皮肤科医师也建议 起床之后 一个小时过后呢 等被子上的水分自然散发 干了之后 再来折棉被 或者干脆不要折了 是这样吗 这个学校的教官跟社间 一定不会同意的 英国却有研究指出 折棉被会把细菌水气 有害气体等物质包裹起来 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一起床 看完这一床 乱七八糟棉被 就像梅干菜一样 妈妈一定会告诉你 赶快折棉被 但其实这是错误的 原来人体在睡眠时 会盘出大约200cc的水分 所以棉被呢 只要像这样 铺平让水分自然散发 就可以了 一般民众起床后 棉被可能都会折成这个样子 但你知道吗 叠起来的被子 很有可能会藏污纳垢 滋身沉满 严重的还可能会发霉 更容易形成过敏源 教练皮肤科医师也建议 起床后一个小时 等被子上的水分 自然散发后再折棉被 或是干脆不要折了 起床之后 可能棉被不要马上 把它折起来呢 其实我们可能是希望 可以让它上面的水分 可以散湿 可以保持一个 相对干燥的一个状态 棉被有很多细菌 对 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把它掀开就好了 妈妈跟我再说 赶快折棉被 会有细菌不要折 另外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提醒民众 家中的大棉被得拿出来 晒晒太阳再盖上身 才不会保暖不成 反倒变成过敏 就要上身 中天审既博士张欣 高雄报道